好的 我们接上一条 这是第二集 接第一集啊 也就是我们把前后镜头也缝好了 这的针也留好了 然后做什么 还记得你织的这个 60针的这个 48厘米长这个片片 它的边缘吗 还记得对不对 这时候你的边缘实际上多长啊 96厘米长 你看 它的这个所有边缘位置啊 我横着给大家扑过来 你就理解了 看你是前40厘米 48厘米后48厘米啊 你是从这儿 一直到这儿 然后翻过来 一直到这儿 看一直到这儿 对不对 这两个48厘米 一共96厘米长的位置 我们要做什么 挑针 挑出多少针 160针 注意了 如果我不特意讲 我们在织所有的片状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啊 边缘的第一针一定要织 可千万别把第一针挑下来不织啊 要那样的话 你在挑针的时候就会很困难啊 边缘这儿你看 多整齐 就是因为我们边缘每一针都支了 才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我们将边缘所有针 连前片再后片 边上的针都给它挑出来 每一针都挑出来 在第二行的时候 再给它均匀的 减到160针 通常情况下的 我们都是挑的针数啊 是比那个 比我们要求针数要多的 所以啊 我们接下来的时候 就是一个减针 假设你一共挑了 200针出来 太多了 那怎么办 多出40针来 对不对 那么好了 就把你的200针的总针数 除一下你的40针 看看啊 中间间距大约多少减一针 明白了吗 哎 按照这种方式 我们给它调整成了 160针了 对不对 好了 我们就给它往返往返 向上支什么 拧针的单螺纹啊 拧针怎样拧的呢 就是所有的正针 那一整行都拧针啊 那一整行都拧针啊 到下一行呢 就不拧 我要向上支两针 给它做一个铺垫啊 拧针的双螺纹 给大家看一眼啊 它是不需要在反针的位置啊 有任何的变化的啊 只在正针的位置啊 才有变化 那么正针的时候 它是怎样拧的呢 这一针 大家看 通常情况下啊 我们是从正面这儿 进针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拧针的单螺纹 只在这儿进针 看到了吗 位置 角度 大家仔细看啊 看 实际上 我是从这儿 从这儿进来织的啊 整个这一行的正针 都用这种方式来织 明白了吗 都是用拧针的方式啊 到它下边去织啊 明白了吧 这一行拧 下一行呢 就不拧了 再下一行又拧 也就是隔一行 这样操作一次啊 不要每行都这样拧啊 每行都那样拧 容易 织完以后 它斜着 而且弹性就会减小了啊 所有的反针不变化的啊 在织这位置的时候 好了 我们一共向上 把这160针 织多少呢 4厘米 织4厘米的高度 然后最好玩的一个环节就来了 怎样呢 我们要取它的 从底边算起啊 到上面这儿 各52针 干嘛呢 给它相互对头织缝上 就像你织普通毛衣 织缝肩膀的那个方式 一模一样 你看 你织缝完了以后 这儿多整齐啊 对不对 每一针都对着啊 整齐极了 比你缝合的还要整齐 因为你是直接织缝上的 哈 好了 这两个52针 都织缝上之后 这儿呢 就是你打 给袖子织缝的地方了啊 这位置 别缝 哈哈 我们要做什么 实际上这个位置 完成之后啊 它的总的帧数 其实呢 是 56针 你这位置 如果你算的话 因为总帧数160嘛 对不对 连前再后一共56针 但是有点太多了啊 所以 同学们要在这个位置 这一圈啊 这一圈一次性的 给它减至46针 理解了吗 啊 减至46针之后 我们就给它改支了 正针了啊 环形向下 向下支 明白了吗 啊 减少了你 在 织袖子 捡马蹄 捡绣衫等等啊 这些所有的 都没需要 但是我们又支出了一件很显瘦的衣服 哈哈 这就是设计的魅力哈 好 这46针 我们环形向下支的过程当中 在这位置啊 就是挨着你 缝合前后片 这个内部的 向上的这个地方 我们要在这干嘛 剪 剪秀叶处 这个针数啊 原来是46针 我们要在它的这个斜的地方啊 每支11行 第12行 就给它剪一针 一共剪五次 虽然说我写的是剪一针 但由于你是环形支 实际上你剪的是 两针 明白了吗 看 很明显哈 把四针支成了两针 这不就是剪两针吗 对不对 啊 我们每个11行 第12行都这么操作一回 一共操作五次 实际上你每次剪了 一次是剪了两针的啊 这是行数 这是次数 这是 呃 行数 帧数 这是次数 哈哈 好 按照这方式 你的总针数应该是减少了10针才对 完全按照这个操作来 好 针数少了10针了 你最后还剩下多少了 36针 好了 将这36针给它改支 拧针的双螺纹 你用这多少厘米高呢 15厘米 最后干嘛 给它收集起边就可以了啊 实际上我们刚刚的这边的一个高度啊 给大家也说一下啊 按照这个方式减针啊 每隔11行第10号12行这一次 你从开始织正针 到完成正针的长度呢 应该是29厘米 大家这个位置别贪长了啊 实际上 由于我们织的这种方式的这个最大特点 实际上呢 你的这一部分啊 也作为绣长的一部分 它已经跑到下边来了 甚至包括什么呢 你的肩膀很有可能是在这儿 明白了吗 所以袖子不要织的过长了 好 这样 你的两个袖子都用这个方法啊 就完成了 这款其实非常适合微胖借的女生啊 如果你喜欢编织 并且会织啊 但是就是稍稍的有一些小地方 还不是很熟练的话 又想织这件衣服 那么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编织大学圈 啊 进入这个圈子之后呢 啊 你可以把自己的身高体重发过来 并且你说你喜欢这款衣服 好了 我就会根据你的身形 帮你设计一件 非常显瘦的女士上妆 好的 感谢各位